《强者与强者的较量》 勇士与勇士的对决 谁将力压群雄脱颖而出 谁将摘得桂冠成为终极英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谁是终极英雄 我是主持人关键 看到我脚下的海滩 和我身后的大海 大家一定能够想到 今天我们这场终极英雄的比赛 将会是一场海陆作战技能的大比拼 那么参加今天这场比赛的 是来自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 那么作为一支两栖装甲突击竞旅 目前他们正在这里组织海训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看明白 即将展开的比赛 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支两栖装甲部队 在中国陆军的钢铁阵容中 有这样一支与众不同的两栖装甲净旅 他们既能在陆地上纵横驰骋 勇猛突击 又可以在大海上批拨斩浪 抢滩登陆 正是由于他们肩负着特定的两栖作战任务 驾驭着特殊的水陆装甲装备 因此他们的军事训练就充满着一种 颇具海味的风情与豪迈 在沙滩大海 广大官兵具力备战打仗 坚持真备实练 磨砺血性斗志 勇于攻坚克难 他们着眼于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 不断提升核心作战能力 锻造成为海陆一体的突击铁拳 这就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 好 那么现在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呢 就是我们今天这场比赛的裁判长 郭一辉参谋 郭参谋你好 主席你好 郭参谋呢 也是我们旅里面响当当的 非常优秀的指挥军官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他 作为合成营新设立的首席参谋 郭一辉是一位两栖装甲的祖训能手 既有在装甲兵工程学院学到的理论基础 又有在基层部队一线的带兵实践 还有赴俄罗斯参加国际比赛的经历 是一名只计合一 军政兼优的优秀军官 好的 郭裁判长 那么我想呢 咱们旅里面为了组织好这样一场比赛啊 肯定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 既然咱们是两栖装甲部队 那么今天的比赛是不是要围绕 两栖这样的一个特性来展开呢 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课目设置好吧 本次比赛共设置三关六个环节 分别是第一关基础技能比拼 又分为组合战斗体能 沙滩竞速以及乘车投弹三个环节 第二关特殊技能 又分为海上接力驾驶 以及海上实弹射击两个环节 第三关实战技能比拼 抢汤突击 本次比赛呢 我们主要是检验两栖合成部队 单兵单车不坦协同能力 适应登岛突击上路各类突发情况的处置 那么从今天咱们比赛的科目设置上来看呢 是充分地突出了咱们两栖装甲部队这样的一个特色 这次比赛呢 驴里也是特别地重视 为了确保把最好最优秀的精兵强将 以及他们的非常强大的战斗技能 呈现在比赛场上 驴里面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为此呢 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海选活动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的海选情况 这场别具一格的海选 既突出了两栖装甲的素质需求 又展现出了浓浓的海滨特色 从应急出动进行战车准备 到沙滩上推轮胎搬运弹药箱 官兵们把海选作为赢得 终极英雄荣誉的第一波次冲击 以奋力拼搏去争取参加比赛的入场券 那么经过驴里面海选层层的考验 脱颖而出的两个队伍的优秀的参赛选手 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打算在我们终极英雄的赛场上大显身手 那么我们的比赛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首先进行的是我们第一关第一环节的比赛 那就是组合战斗体能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环节的比赛规则 第一关基础技能比拼 第一环节组合战斗体能 红蓝两队各由七人组成参赛队 按战斗着装连续完成翻滚轮胎 抛制纱带 拖拽弹药箱等内容 两队同场竞技 以最后一名队员通过终点时间确定胜负 开始 好 那么现在我们的比赛就正式开始了 我们看到红蓝两队各派出了三名选手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翻滚轮胎 我看到红蓝的陆旗 就这样行 还有这一条文章 我们就这样 hinge 我们现在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要考验我们队员哪些方面的能力? 这个主要考验我们队员一些臂力跟力量 因为涉及到我们期间有一个投资五次的折返跑 就是可以说是力量与速度的结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么咱们第一个环节设置了这样一个组合战斗技能的比拼 咱们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我们这个第一环节这个组合战略体能 我们是依据部队训练的体能训练方式 体能组合训练的方式 依托沙滩实际地形而设计 主要是考验我们队员的力量 耐力以及身体协调性的训练 同时也是考验队友之间密切协同的能力 那么从目前场上的比赛情况来看 红蓝两队依然还是实力相当 不分上下 是 好 我们现在看到 好像是这个蓝队是不是受到了这个 旁边海水 他们靠近这个海水比较近的这个影响 好像是有点 对 现在慢慢在涨潮 蓝队正好靠近我们岸滩 它这个在翻滚轮胎的时候 可能我们轮胎有浸泡了一些海水 增加了适当的重力 可能稍稍受了一些影响 好 现在我们看到 现在我们这个环节的比赛呢 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 我们看到场上的红蓝两队的队员 依然是在奋力拼搏 争取最好的成绩 那么也像刚刚我们的裁判长说到的那样 那么蓝方的队员呢 可能会是受到了海水这样的一个不利的影响 那么在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冲刺阶段吧 好像是略微的逊色了一点 那么最后的比赛成绩到底如何呢 我们还是有请我们现场的裁判 来给我们宣布一下比赛成绩 第一关第一环节组合战斗体能 红队用时两分57秒 蓝队用时三分05秒 红队胜 好 下面我们马上要进行的是 第一关第二环节 沙滩竞速的比拼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这个环节的比赛规则 第二环节 战车沙滩竞速 红蓝两队各拍出一辆坦克 完成400米沙滩竞速 途中经过复杂路段 通过障碍 裁判根据各队完成内容质量和时间综合评判 那么咱们这个环节的场地设置 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没有 我们这个场地呢 总共大概是450米的一个沙滩竞速场地 期间我们在这个比赛中设置了两处的限制路 还有通过利用天然的水坑 以及吐坡等等天然障碍来进行比赛 好 现在我们第二环节 沙滩竞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那么裁判长 咱们这个环节的比拼主要也是比速度吗 是的 还是以速度为主来进行的比赛 那么这样的一个场地设置 其实对于我们选手完成比赛来说 是不是也是很有挑战呢 平时我们在路上训练的话 还是更多的以土路为主 像今天这种沙滩地 对我们坦克转向还是有一定的损伤 所以对他们来讲 驾驶技能还是提出比较高的要求 好 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红队的比赛现在马上要接近尾声了 那么裁判长 您感觉到今天红队的在场上的表现怎么样 我感觉红队这个车主 在过我们各类限制度和障碍物的时候 还是很平顺 速度还是有冲起来的 但是可能在我们起步阶段有点缓慢 可能是因为车主密切的节奏 还不够到位 开始起步了 我感觉到他们蓝队这个起步呢 感觉上是要完成的要好一些 是这样吗 从这个组比较来看 蓝队明显在起步这段 比红队快了很多 我们蓝队的驾驶员肖正辉 是本年队的优秀驾驶员 曾经在16年创破纪录活动中 取得当下第一名的好成绩 因此也立了一次三等功 好 现在我们场上蓝队的比赛也马上要进入尾声了 那么您觉得我们蓝队今天场上的表现怎么样 我个人感觉蓝队今天的比赛比红队要稍微好一点 主要体现在这几个地方 第一个是在它的起步阶段 明显比红队快 对 第二个是在一些天然障碍 在我们水坑还有土坡上 它这个过的障碍 掌握的这个要领 感觉比我们红队稍稍会娴熟了一点 好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第一关第二环节的比赛 也就是沙滩竞速的比赛 红蓝两队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们有请现场裁判宣布一下比赛成绩 第一关第二环节 沙滩竞速 红队用时两分59秒 蓝队用时两分48秒 蓝队胜 强者与强者的较量 勇士与勇士的对决 谁将力压群雄脱颖而出 谁将摘得桂冠成为终极英雄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第一关的比赛 马上要进入到的是第三个环节的比拼 那就是乘车投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环节的比赛规则 第三环节 乘车投弹 红蓝两队各使用一辆装甲车 由车长担任投弹手 分别采取短停和行进的方式 对5 10 15米的预制区域进行投弹 每队共有9枚弹 如位投重将重复投制直至投入 最终根据剩余弹数和时间综合评判 预备 开始 乘车投弹这个环节 我们看到红队首先上场 我们发现他们开的装甲车速度非常快 我们装甲输送车在战场上 它的作用主要是投送兵力 必须发挥它的快速机动性 我们看到他们的装甲车辆突然停下了 然后在装甲车的右前方 有一些这种沙带围城的 一个圈一个圈的这样的东西 是代表什么 这个是我们在模拟步战车 在冲击过程中发现 第一近距离的目标 比如说一些暗宝小谷兵力 设置的模拟的一个手雷把 一个手雷把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看 红队队员的投掷情况怎么样 的继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整个这个环节的比赛下来 裁判长您觉得红队完成得怎么样 我感觉红队这一组情况 完成质量相对来说比较高 包括在每一段阶段的冲击 能够速度比较快 而且在每个手雷把投资过程中 都能保持三枚之内 全部有一枚以上的命中率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蓝队的表现 预备 开始 现在蓝队也已经上场了 蓝队从一开始的状况来看 他们的发挥还是不错的 是是是 冲击速度都比较快 每个阶段都比较快 但我们看到他好像第二个 把命中率不是很理想 对对对 我们发现他连续投了三枚手雷 都没有命中到这个圈里 是吧 那么是不是对他们这个环节的比赛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蓝队他在这个第二个目标 如果没命中 就代表他们完成质量就不顺利 就导致整 可能会导致整个环节的失利 那么这个环节可能就要稍稍地落后一点了 是是是 那看样子我们的蓝队 在下面的比赛当中要加油了 好 现在我们场上的红蓝两队 已经完成了第三个环节 也就是乘车投弹环节的比拼 我们请现场的裁判宣布一下比赛成绩 第一关第三环节乘车投弹 红队右时两分36秒剩余四枚手榴弹 蓝队右时两分50秒剩余两枚手榴弹 红队胜 好 现在我们马上要进行的是第二关的比赛 可以说我们第二关所有环节的比赛 都是围绕海上项目来进行的 其实有一个问题大家都非常想知道 裁判长 像我们这种坦克装甲车这样的一些 庞然大物 他们是怎么样实现 从陆地驾驶到海上驾驶 这样的一个转换的呢 我们的水路坦克呢 它里面有两种动力 一种是水上挡动力 还有也是陆上挡动力 在坦克冲下水的瞬间 完成全浮状态之后 驾驶员会迅速地挂上水上挡 摘掉陆上挡 完成整个的入水动作 它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水路转换 是 是 是 整个水路的转换 为了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 我们在赛前还准备了一个 海上编队训练的展示 那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目睹一下 你们在海上训练的风采 在海上的海上 我们下游和海上的立岖 我们下游和海上的海上 一起满一个海上身 我们下游和海上的住海 记得联系未来的 海上又现代地 我们下游和海上遇了一种 我们下游和海上年 但是后因为 我们下游和海上 我们下游和海上 那么观看完我们海上训练的展示之后 十几辆坦克装甲车 在海面上进行编队训练 泛水编拨 场面十分的壮观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那么接下来我们红蓝两队 将会针对这些海上课目展开角逐 那么从第一关的比赛情况来看 我们的红队在成绩上 保持一个暂时领先的优势 那么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 我们第二关第一环节 海上接力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比拼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环节的比赛规则 第二关特殊技能比拼 第一环节海上接力驾驶 红蓝两队各出动坦克装甲车一辆 两队同时下水 采取接力方式通过三处海上线之路 裁判根据通过质量和所用时间 综合评判 开始 好 现在海上接力驾驶的比拼 已经开始了 我们看到红蓝两队各自驾驶着 他们的坦克全速开进 向大海冲了过去 是 我们可以看到蓝队坦克率先冲击下水 在它身后冒出了一股浓烟 就像门火下山一般 速度是非常快的 铁流滚滚一下海 建起了巨大浪花 很漂亮 我们看到现在 马上要通过限制路了 是吧 这个通过的第一个限制路 叫直线限制路 我们车辆在海上驾驶的时候 对准这个限制路 往往它还会偏离方向 它是因为我们车辆在海上驾驶时候 经过海浪的拍打 会不由自主地偏离方向 这时候我们车主就要密切地协同 车长要不断地指挥驾驶员 来修正方向 过了第一个障碍物 马上好像他们要完成 第二个限制路的驾驶 是吧 通过第一个限制路之后 马上左拐进入第二个限制路 蛇行限制路 蛇行限制路 那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限制路 有什么难点吗 我们在通过这个蛇行限制路时候 驾驶员要很巧妙地 观察两侧的潜望镜 观察镜 这对拐弯时机 还有加减油门的把握 是要求比较高的 一个优秀的驾驶员 在海上操纵一台坦克 能操纵得好 就像舞台上的舞者一般优美 那么要完成这样的一个 海上的驾驶 你主要是不是通过这种 车长和驾驶员的这种协调配合 来完成的呢 这对车长跟驾驶员 密切协同是提出很高的要求 主要是由他们两个来完成 是 现在看我们马上要进入 第三个限制路的通过 第三个限制路是专间限制路 它跟第一个限制路有些类似 唯一的区别就要绕过 我们车辆要绕过中间的浮漂 这时候车长也要及时地观察 来指挥驾驶员修正方向 好 那么现在呢 红蓝两队已经完成了 他们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驾驶 坦克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比拼 那么接力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两队进行装甲车辆 驾驶的表现怎么样 装甲车辆在海面上的驾驶 它和我们这个坦克在海面的驾驶 有一些什么区别呢 我们水路坦克跟两栖装甲车辆 它在海上驾驶主要是动力的区别 水路坦克呢 主要是通过水上推进器提供动力 通过两个水门喷水向墙驱动 而装甲输动车呢 则是通过外挂悬外机来提供动力 这个动力的推进不一样 我们看到这个装甲车辆在海面上行驶 没有这种坦克那么稳 感觉上是 装甲车它这个重量比坦克要轻得多 它在海上受这个海滥的影响 会更加的不由自主的偏离方向 那这种方向的把控 是不是显得更重要呢 对对对 主任你看 这个蓝队在通过限制路 第二段限制路 马上进入第三段限制路的时候 好像出了点小状况 是 我看到好像是在打转呢 我判断这个车主 是 判断这个车主 可能协同的不是很密切 驾驶员在过浮飘的时候 可能转向过大 导致偏离方向 在海面上打了个小圈圈 方向还是属于方向没有把控好 可以说我们这个比赛的形势呢 也是变幻莫测 那么刚刚就在我们的蓝队 出现这个问题状况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 红队正在趁着这个机会 全速赶上 现在已经赶超了过来 可以说我们这个确实是 这个机会要好好地把握 不好好把握就是稍纵即逝 红方似乎是意识到自己 已经落后 正在加紧 加快油门 通过各类限制路 对对对 快速前进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到蓝方的队员 经过紧张的这个处理 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他们的问题已经处理完毕了 正在任全速驶向暗滩 我们再来看一看 红队方面的情况 红队 主持人你看 红队好像也出现了两个故障 感觉像那个 趴窝了一样的 在打转 我个人判断可能是 通过它水面上 没有出现一些水滑 可能是水上推进器 出了一些故障 那这个时候 咱们应该怎么办 这个车主就要马上地调整 重新发动水上推进器 来提供动力 快速地调整通过浮标 我们看到他们处理的时间 好像是比较长的 那么从目前场上的情况来看 我们红蓝两队完成得怎么样 您觉得 刚开始我们蓝队 能够率先冲击下水 但是红队能够马上迎头赶上 在后面的过各种限制度 跟障碍物的时候 能够密切协同 可以看到蓝队率先通过 我们的中指线 可以说这个接力环节 蓝队是稍稍领先的 对 确实的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蓝队要加油 他们在这个环节的比拼当中 也是真正的赶超了上来 希望他们在下面的比赛当中 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有请现场裁判 宣布一下 这个环节的比赛成绩 第二关第一环节 海上接力驾驶 红队用时 13分58秒 蓝队用时 13分05秒 蓝队胜 比完了的驾驶 马上就要比射击了 那么接下来即将展开的 就是我们第二关 第二环节的比拼 那就是海上实弹射击 我们还是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环节的比赛规则 第二环节 水陆坦克海上射击 红蓝两队各出动 一辆水陆坦克 在800至1200米的距离上 行进间射击四组固定目标 以命中弹数确定胜负 如命中弹数相同 用时短者获胜 开始 作为两栖部队 在海面上能动能打能通 是战斗力最好的体现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通过海上实弹射击 来对红蓝两队进行一个检验 那么今天咱们组织这场海上实弹射击 要突出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 为了更好地检验我们的射击效果 同时给大家一个更直观的印象 我们在每个靶上 绑上了两个气球 这个靶是大小是两米乘以两米 气球直径也就是30到40公分 在海上射击1000米的距离上 想要命中目标已经是够难的 如果能够打中气球 那是难上加难 确实是属于难上加难的事 那提到这个难度 我想咱们这个海上实弹射击的难度 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因为我们的射手处在这个摇摆不定 漂浮不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怎么样能够实现对目标进行的 这种快速精准的射击呢 我们坦克在海上进行射击的时候 一般会受潮汐波浪等气象的影响 炮口它会上下的浮动 而且今天就是能看到 今天的海浪也比较大 炮掌需要在驾驶人 将车辆开平稳的瞬间果断激发 如果错过这个时机 就要等下一个波浪过去 所以说对炮掌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这种机会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两队的队员 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去建议半yet了 �生超越目标 在熊架架架架的射击 会更 magic 我们可以放下体并 前面三队的把表面 从第三队河偶立断车发 全程注意 3 2 1 好 现在红蓝两队 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比赛 那么这个环节 你觉得双方队员表现得怎么样 我个人感觉红队表现得更加出色 红队车主在协同上更加的密切 而且炮展对每次激发的瞬间 机会把握得更加精准 从设计到整个过程设计结束 整个车主都比较稳定 心态控制比较好 这对他们比赛是非常重要的 好 现在我们还是请现场的裁判 宣布一下这个环节的比赛成绩 第二关 第二环节 海上实弹射击 红队命中四发 蓝队命中三发 红队胜 好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前两关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是的 从总的形势来看 红番暂时保持着领先的优势 没错 那么即将展开的第三关的比拼呢 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谁能够夺得终极英雄这样的一个称号 为了这个荣誉 红蓝两队的队员将会展开最后的较量 我们第三关叫做实战技能比拼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关比赛的比赛规则 第三关实战技能比拼 红蓝两队以不坦混合编组 由海上突击抢滩登陆 水陆坦克在距离岸滩800米的距离上 利用火炮摧毁敌前沿火力点 而后向敌前沿发起冲击 装甲车登陆上岸超越前出 成员下车在三个不同距离上 以不同姿势设计三种目标 符合战术要求 命中弹术多者获胜 我们这一关的比赛呢 叫做实战技能的比拼 那么咱们这个实战要突出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我们的坦克跟装甲车在突击上路的时候 会受到敌禁岸火力的打击 因此坦克必须在后方 以火力掩护装甲车下车步兵的战斗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选手们在这一关比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 终极对决的较量 实质上就是一场实战化条件下 两栖装甲突击上路的战术演练 水陆坦克在海上行进间 以火炮对敌前沿目标进行准确射击 战车释放车载烟幕弹 形成一层有效掩护冲击的遮掌 好 现在红蓝两队的战车都已经抵案 水陆坦克占领两侧阵位 装甲车快速前出 每辆车上的三名成员开窗下车 以交替掩护的方式向敌防御地区实施徒步冲击 面对突击上路后灌木密布的地形特点 他们采用了以坦克火力支援步兵冲击的战法 形成了步坦协同相互配合的步视 进入丛林后 红蓝两队的队员时而拘枪瞄准 时而迅猛冲击 互相掩护 边搜索 边前进 很快就通过了这片浓密的丛林区 体现出很强的敌情观念和战术意识 现在两个参赛队的装甲车成员 开始到达轻武器的射击地线 以握 跪 力三种姿势 对前方稍纵即逝的隐险目标进行射击 比赛进行到现在 无论是海上展开 抢滩突击 还是上路后的步坦配合战术行动 红蓝两队齐头并进 难分胜负 谁能最终摘得终极英雄的桂冠 这场步枪速射将成为关键一击 射击下转地下转 橘桃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过三观精彩的较量 现在又到了本期终极英雄揭晓的时刻了 到底是红队还是蓝队能够获得这一殊荣呢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副参谋长郭世东 为我们来宣布最终的获胜者名单 有请 下面我宣布本期谁是终极英雄 获胜的队伍是红队 好 下面我们就有请获得终极英雄的红队队员上场 好 下面有请我们终极英雄的旗帜上场 下面有请我们的终极英雄在旗帜上签上他们光荣的名字 有请 我们红队的队员凭借他们强大的实力赢得了这次比赛的胜利 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 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郭副参谋长为终极英雄颁奖 通过这场比赛呢 让我们充分地领略到了全旅官兵新时代练兵备战的崭新风貌 那么我们也坚信在今后全旅官兵一定会牢记强军思想 在强军新军的征程上 砥砺奋进亮剑东南 取得更大的成绩 好 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 下期再见 没有 ETH 有点 是 ger 正